好我们这个片段聊一下美国可能要被我们的二师兄被猪肉给绊一脚 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先提一下美国说要放6万亿美元出来 这个说法其实是有错误的 就很多朋友看到这个6 因为他媒体一说就是个6万亿美元 但实际上他说的是2022年一整年的预算 所以这个数字是很诱惑人的 你乍一看如果不深究的话 让我们感觉什么 之前放了2万亿美元出来 再放了一个接近4万亿美元出来 再放了一个6万亿美元 这是一个等差数列 但是我们之前分析过 其实放水不是这么放的 放水应该是等比数列 2乘以2再乘以2再乘以2再乘以2 这才是正常的 比例要相同 后面一个数字除以前面一个数字 增长要两倍 这才是要等比 对不对 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泡沫是维护不住的 所以我们就算等差246810 12141618 这还是不够 每次增加2不够的 但是眼前也只能这样了 因为就是这样市场可能也未必会相信 是吧 你想刚开始2万亿美元 那是真刀真枪 其中1万亿美元差不多是走向家庭 是吧 1400美元 然后企业的中小企业减免税 这些方向都直接给钱 然后就说到基础设施要钱 然后我们再看现在的话是连整个预算其他方面都加进来 国防预算这些6万亿是一整年的2022年全部才年的 所以这个说起来就是我们一看数字 就是让大家放心 美国还是在放水的状态 但其实我们刚刚说的 牛本是来等比数列 这个当我们说开玩笑 就是说为了维护这个泡沫 这个6又出来了 那我们下一波等比数列应该怎么做这个事情呢 我们中国以前是怎么说的就是先4万亿美元是吧 然后我们加上地方政府的配套 这个数字又更高了 那后面的话我们美国可以加上各州政府的配套 那么州政府配套配上这个6万亿 那么这个数字又乘以又可以乘以一个两三倍三四倍这样 可以来到一个10万亿或者是12万亿美元 12万亿吧 12万亿比较漂亮 开玩笑了 聊天 好那第二部分我们说 这个美国为什么被猪肉撂倒 就是说猪肉的这个价格最近跌了有点狠 跌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我这猛一回头看一下猪肉最近价格怎么跌那么多 如果有逛菜场的朋友可能应该感受到 他现在现货也跌得很厉害 我网上看到消息是说 全国外商原生猪肉价格已跌至18.07美元美元 距离年初最高点是36块94美元 现在跌幅已经高达51% 跌去一半的价格 期货市场给大家看这图的话是从前期2月份 就是过年之后接近3万跌到现在2万亿 那么这大概是跌了30% 期货跌了30% 现货的话有一些地方可能接近腰涨的状态 那么30% 50% 40%是没的问题了 这个跌幅我们补一句小知识 就是很多朋友知道 就是我们中国的CPI通胀预期 我们的物价我们东西有没有贵 关键就看肉 关键就看猪肉 还不是其他肉 我们主要吃猪嘛 而猪肉的话我们说推出期货 包括说猪肉的消费 包括说它的生产跟消费都是在我们中国 然后我们推出期货 其实就相当于完完全全可以控制整个猪肉的 这个不是说控制它走势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纳入监管跟影响的范围之内 可以这么去做 对吧 所以这次下跌的话 我们说可能一部分是猪肉期的影响 或者说我们有没有稍微引导一下呢 是不是 因为这里有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按现在这个跌势 微型就算反弹了之后 也是年底才会回升 那这样的话 从这里6月份明天才是6月份 今天5月31号到6月份到12月份 冬至是12月22号 还有一整6个月7个月的时间 这7个月时间横跨着美国6月跟9月表态 要不要加息的这个问题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死死的压住通胀 至少到12月份之前 中国不会有较为强烈的较为恶性的通胀 而美国的话可能要承受我们的工业品涨价 因为我们猪肉不涨价 其实工业品你对内销也可以给你适当的涨价范围 因为猪肉没涨 因为猪肉在跌不是没涨 是跌的很厉害跌40% 是不是 那这样的话腾挪的这个通胀空间就会很大 这样的话美国会很着急 这就是最近美国不是很走运 这个冰败如山倒一出问题哪都出问题 乌肉偏逢连夜雨 所以接下来的话后面6个月估计是这样子 美国你加不加息 不加 你加 美国你加不加息 不加 加 我知道了就这样 没有也没有很大的压力是不是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这个猪肉跟房价的紧缩 以及美国现在通胀开始爆发 这个中产阶级可能压力会越来越大这些角度来看 未来半年的话 美国可能会比较着急 当然这我们也比较担心的一点 就是他在经济上越是没捞到什么好处 他越是可能会打军事牌 所以说这方面我们的在其他地方开始做准备 这方面你只要没有什么压力 其他方面压力可能就来了 因为他手上的牌还是很多的 只是经济这方面这两年受疫情的影响受挫比较大 然后的话我们说 加息的10点 我们觉得可能他就要去提前一点 要不然的话就是美联储如果说不敢这么加息 我们看他国内通胀越来越厉害 人币又比较稳定的话 其实他最后只要拖下去 他就会变得没有机会 大家自然而然就会选择人民币 就会去选择这个方向 现在6月份跟9月份加还有的机会 就我们前面也有过这个一个判断 就我们再提一下 你到12月份再去加息 我估计就来不及了 美元可能霸权从此就盘落了 本来只是削落 现在是盘落 盘落夸张了 就是看削落的程度 他越早加 越早表态加 我觉得他迎面越大 迎面越大 他越持加迎面越低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他早加的话实际上 因为你现在这种状态的话 他只会走下坡路 是吧 还不如捉一下试一下 赌一把 所以说我们要担心 好 我们这个片段就短小片段就到这里 对 谢谢大家